台湾糖尿病人口已经突破220万 每10人就有1人罹患糖尿病 财团法人糖尿病关怀基金会蔡世泽董事长指出 胰岛素问世百年是安全可靠的控糖好帮手 但英国人对胰岛素有许多迷思 往往等到血糖大幅超标才肯采用胰岛素治疗 他分享一位糖友在医师多次的建议后 终于使用胰岛素治疗 不但减少口服药物 糖化血色素也降到7%以下 为什么我们要劝病人来使用胰岛素 其中我们早一点使用胰岛素 至少有这几个好处 第一个他可以及时的及早的得到一个稳定控糖的机会 血糖控制的好 那当然未来的育后就病人发生病发症的机会就来得少 第二个我们有一些动物实验或可以证明 就是说我们他血糖控制的好的时候 我们胰岛细胞的凋亡速度或是什么程度就来得比较轻一点 也就是说胰岛细胞的耗损跟衰退就来得慢了一点或少了一点 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保存的时候胰岛细胞的这个战力或是他储存的能力 以至于我们才提出这样一个构想 让胰岛细胞得到一个休息或是一个喘息的机会 也就是我们这个胰岛抢救胰岛大作战的用意所在 紧接着我想分享一个实际的一个案例 有一位71岁的陈太太 她是一个资深的糖友 我现在比较昵称叫做糖宁 糖尿病的年龄 或是有人叫糖辣 就是像我们的芥辣 生辣那个辣 那糖宁的话已经有了12年 也就是说她在不到60岁的时候得了糖尿病 那这一位陈太太的话她自己很喜欢烹饪 那这是非常好的一种嗜好 但是她有了糖尿病以后当然就有一点节制 那不过过去的这几年来 她都使用了三种以上的口服药 但是她的糖化学术还是不能达标 经常会冲破8.5这个坎 她也很烦恼 所以跟医护团队商量以后 她自己也很自制 她都知道不能再吃某一些东西 或者量要少一点 那后来一直要等到被发现说 她眼睛已经有了糖尿病 常见的视网膜病变以后 这时候她终于妥协了 只能说妥协 因为在8.5这一段出现的时间内 我们医事人员就一再地劝她 甚至于小语大语说 你早一点的话把血糖控制好一点 对你比较有利 她都听不尽 等到她发现视网膜有病变的时候 她觉得可能是应该要改变的时候了 于是她就跟医护团队合作 那就开始使用胰岛素注射 加上胰岛素注射 那使用了胰岛素以后的话 经过三个月 这时候的话糖尿血涉素显著的降低 另外额外的一个好处 就是她口服降糖药的种类的话 我们也可以减少 那这时候病人也开始她有了信心 从事她对这个烹饪的这个热耗 也可以朋友的话就可以再聚在一起 这时候她有一点反悔 她说了一句话 早知如此悔不当初了 那时候早一点的话 我们早点使用胰岛素 也许过去这几年就不会这么难过了 所以陈太太的故事告诉我们 我们病人可能一方面是 对某些事情的坚持的话 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些 可以重新考虑的时间 或是甚至于时机 我们这时候我们做医护的 或是我们的卫教的团队 能不能针对病人这样的一个经验的话 从中得到一些学习 我们如何来劝导病人 或是更加的我们现在一直想说 我们治疗的过程很尊重 所谓的医病共伤决策 也就是说我们要跟病人 大家谈好胰岛素使用的一些 所谓的好处 当然我们也不会言 胰岛素会带来一些某一方面的不便 但事实上应该是利多于弊的 那这些讲清楚 说明白以后的话 我们的病人 大家使用胰岛素就不会再有所迟疑 糖尿病关怀基金会执行长 同时也是台大医院的李鸿源医师 也特别说明胰岛素使用的时机 我跟大家回顾一下说 使用胰岛素的三个建议的时机 那第一个就是说 当你的这个口服药的使用 已经超过三种以上 但是你的血糖还是控制不好 那这边大部分糖尤的 糖化血测素的目标都是七 所以糖化血测素在七以上 那你已经使用三种以上药物 就会建议考虑使用胰岛素 那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你的血糖非常高 这通常是在出诊断的时候 比如说糖化血测素超过九 那这时候你也需要这个胰岛素 赶快把血糖控制下来 那第三个就是说 如果说你的高血糖症状非常明显 那这包括说食量增加很多啊 常常口渴啊 然后一直要上厕所 尿量增加 然后体重浅轻等等 那如果有这些高血糖的明显症状 我们也会建议 及早来使用胰岛素来控制 那血糖控制不好的时候 各式各样的并发症就会升高 像过往的研究就发现说 这个糖化血测素每增加一个percent 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就会增加将近两成 那近来这个COVID的这个疫情 我想也是大家会去关心的 那当然根据各种研究也显示说 当这个血糖控制不好的时候 如果说真的感染到这个COVID 新冠肺炎的时候 它转变成为这个重症的 这个比例也会比较高 所以从这些数据都显示说 我们要好好地把血糖控制住 那当这个医师专业人员建议 该使用胰岛素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勇敢地去使用 为了破除糖友对胰岛素的治疗迷思 糖尿病关怀基金会 也将推出胰岛细胞喘息的胃教计划 最后我们说明一下 就是这个胰岛喘息计划 那在这个调查之后 我们就发现说 目前这个糖友对胰岛素使用 还是有各式各样的迷思 所以这个基金会就推出 一系列的这个胃教的这个活动 包括第一个就是说 建议糖友们 跟这个医师讨论一下 这个如果说你有前面提到 这些状况 那你就可以跟医师讨论 看看是否需要开始使用胰岛素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会跟各个地区的这个医疗院所合作 那举办一系列的这个胃教活动 还有一些胃教的小游戏 那希望透过这些活动 让我们的糖友更加了解 胰岛素的治疗 那也不会对胰岛素治疗 有一些迷思或是害怕 那第三个就是说 那我们关怀基金会 糖尿病关怀基金会的LINE群组 也欢迎大家能够永远加入 那我们在LINE群组里面 定期都会推播一些跟 糖尿病相关的一些胃教的知识 那也都有专业的胃教师、营养师 能够提供这些这个解答 那最后我再次呼吁我们的糖友 当这个临床上 这个医师、胃教师 建议你要使用胰岛素的时候 就建议大家不要犹豫 勇敢地接受这个胰岛素治疗 那能够让你的血糖控制得更好 让你生活得更容易 然后让你的这个人生 变成是彩色的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道